OKR和我们熟悉的KPI有什么不同吗 最根本的区别就是 KPI是用在绩效管理中 它是一种绩效工具 而OKR的作用远远不止在绩效管理 OKR是一种极批判性思维 改善性思维和多元化思维的思维脾气 它既是一种技能 也是一种思想态度 OKR的进行者时常会带有一种反省性思维 它会主动持续极致的思考任何被假订的时间 它是一种精神和习惯 在职场中这是一种唏嘴的资源 因为忙碌会常常让我们懒于思考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日本的精神化管理阻碍了企业的创新 应该改进 你看到的今天标准答案只适用于今天而已 如果你的团队也进行OKR 他们就不会只依赖上级分配任务 而是会想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明天我应该做什么呢